和中華龍珠傳奇魏崩 一人兩腳抱公平生存指南搜狐娛樂訓 傳奇青庄劇龍珠傳奇 與北京衛視和安徽衛視 每週一至週三晚22點正在熱播 童年男神和中華在劇中分世 孫生兄弟李定國和李德福兩腳 被觀眾笑稱最低劇組省前演員 但在最新劇情中 一人塑造完全不一樣性格的人物 還是比較考驗演技的 據中李定國得知弟弟李德福尚在人間 但如今已成為大內 總管真情流露激動落淚 為觀眾奉 獻了堪稱教科書級別的枯忌 而李德福會保一己周圈 在暗流湧動的皇宮中 巧言綠色 八面玲珑成為宮廷生存指南 一言一行進行超高情商讓人蛰伏 和中華劇中成類人童年男神哭戚太扎心 在近日瑋士版劇情中 和中華飾演的李定國 無論是從角色上 詮釋還是從情感上的拿捏 都是可圈可點的 正在播出的這幾集和中華將李定國 被喜交加的心情完美詮釋 他雙手顫抖緊握成全 眉頭緊皺熱淚奪況而出 把對親人失而復得的大喜 過望刻畫的入目三分 真情流露讓人感動 一貫峽谷柔情和中華可以將情感 宣洩得如此淋漓精致 的確取紮實精湛的演技 才能如此收放自如 粉絲們紛紛表示和中華的哭泣太扎心 自發自帶指金擦瓶 和中華八面玲珑琴商高 李公公演繹深宫 生存指南和中華飾演的弟弟李德福 是公兵大内总管 一言一行都去揣摩人心 在危機四伏人心不古的深宫内 早已修炼成精 李德福 在劇中贡献了八面玲珑的高情商人社 和中華演绎的李德福 面对不同人物时的眼神 言行细节处理上都有微妙的区别 在校庄 康熙 敖拜和李氏兄妹兼掌秀善武堪称深宫生存指南 观众们纷纷留言看李定国与李德福良兄弟 完全不会跳戏 戏骨演技可见一般 据悉和中华正在横电拍摄史诗剧之天下长安 在剧中饰演唐朝开国功臣防轩灵 此外由他携手杨子 任佳伦和毛子俊等共同 主演的青春神话剧《天机之白蛇传说》 也将于近期杀青 和中华此次出演青春神话剧 也让人倍感期待 责任编辑 张家慧 UK049 分享 在相关阅读爱搞事的金星这次当面点赞龚琳娜 只因她对了王菲 最近 日常搞事的金星又出来闹了 不过这一次 金星还拉了一个帮手 前段时间 龚琳娜在与金星参加同一节目时 又被金星问起批评王菲的事情 金星甚至连连称赞龚琳娜 姐们 你太牛了 上次对王菲对得太好了 虽然王菲远离娱乐圈 偶尔开一下高价的演唱会 但也不至于这么躺枪啊 而关于龚琳娜对王菲的事情 则还是和去年年底 王菲那场久违的演唱会有关 王菲那场演唱会的动静很大 回为四年在上海再开个唱 并且是只开这唯一的一场 因此定价也很高 天后唯一的演唱会 据说开票30秒就被秒杀 之后甚至被黄牛炒到了60万元的天下 因为这个被炒上天的票价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天下票的风波一直延续到演唱会开始前 不过王菲的演唱会还是蛮实在的 整场128分钟不停歇的演唱会 连续唱了35首歌 除了换装 简直些自如今 现场更是坐无虚席 来了近半个娱乐圈的知名大咖 刘嘉玲 纳英 刘文 马天宇 连马云爸爸也去了 可是这次演唱会 却被网友评为2017年开年第一车祸 王菲忘词 走音 跑条频发 一时间网上关于王菲 唱功的问题议论纷纷 龚琳娜也就在这个时候对上了王菲 她发微博称 昨晚看了这个 我很难过 音色丢了 气息没了 音种走了 唱歌好不好于过去 的成绩无关 与今天的感冒无关 与是不是坚持不幸的专注和努力有关 龚琳娜的这番话 激起了千层浪 有网友认为她敢说敢对 有网友却觉得 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 后来 龚琳娜的先生也发文称 王菲已经不是一个艺术家了 所以我自然不会用艺术家的标准来评判她 如果用艺术家的标准来衡量 那就只能说她简直是太差了 王菲只不过是想要利用自己的 名声赚钱罢了 后来 龚琳娜上节目时 也说明了自己这么做的原因 这次清兴拉扇龚琳娜 也是因为在去年网 菲演唱会计划出来之后 金兴就已经对过她了 清兴在自己节目中直接表态 这门票价格都不值得一去 更别提普通歌迷了 还称之所以会出现天价门票 是因为主办方在玩大家都玩滥了的饥饿营销 金兴个人也是提出了自己 对于买票的观点 认为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来 谁也管不着 淡诉她的 建议是 如果是学生和普通上班族 还是别去凑这个热闹吧 这门票真不便宜 不过金兴没引来王妃的回应 倒是得到了王妃造型式的率先回应 从语气来说 表辈们应该还是可以体会到造型式的不满 当然王妃演唱会这件事 可能还是因为王妃很久才开演唱会 而所有人又对她要求期待太高 自然争议就多了 而金兴在节目里面提王妃 也不是第一次了 在酒之前 金兴在金兴秀中聊了谷 那个狗仔发展提到了当年天后王妃产李燕 全国各地狗仔聚齐 北京偷拍王妃的盛况 当时光狗仔就有一百多个人 三十多辆车 并且有香港媒体开出五十万买一张王 非产后独家照的天下 甚至李亚鹏为了防偷拍 更是斥资请了三十多个保安 把王妃的病房包围的水泄布 通 即使如此还是没能阻止 产子照的泄露 只不过 八爷就有些疑问 金兴以前不是夸过王妃吗 2015年金兴做客令 一段访谈节目的时候 在聊到女人话题时 对中国几个一线女星进行了点评 对于王妃 金兴丝毫不吝啬在美之词 王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说话 女王范儿 然而 当时表辈们都知道王妃在和谢亭丰热恋 不怕事的金兴就又提到 王妃最有魅力是跟斗维在一起 眼睛冒灵光 通过斗维点过 王妃一下明白了 光芒万丈 可能君老师的脑回路 不是我等凡人可以轻易理解的了吧 我发现了 我们在看下来的 事情看到王妃最有魅力是金兴就要 我甚至是 我的天后